介于目前的房产环境呢 很多人是不愿意出手买房子的 甚至呢有很多年轻人逃离了一线城市 到很多资源枯竭型的城市 花几万块钱全款买一套房子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的压力太大了 而且呢 现在由于房住不吵 房价呢在高位稳定 那么有人呢就跟我提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不买房子 十年以后 这个买房和租房到底有什么区别 哪一种方式更适合我们当下 这个发展的理念 今天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十年以后不买房和买房 到底过得怎么样 到底有哪些区别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 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那么对于一件事情的利弊呢 我们要综合去分析 首先我们来讲 如果你现在买了房子 你需要面对接下来的什么问题 第一点呢就是压力会变大 而且呢这个时间会很长 众所周知呢 我们这个房价很高 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呢 都会用到贷款 但是贷款呢意味着 这二三十年 你几乎每一个月都要还贷款 除非呢你有一笔钱 可以提前还贷款 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二三十年 你基本上不能生病 就要有一个稳定的输出 压力呢可想而知 第二呢 你也不可能轻易的去换工作 因为每个月要还房贷 突然有一天断供了 那么可能呢你的真心不好 你的房子呢可能会被回收 所以很多人呢 即使面对自己讨厌的工作 也不得不咬牙坚持 还有第三点呢 就是说不敢轻易的去消费 因为房贷呢 几乎占了我们收入的大头 一个家庭一个月收入一万块钱 可能呢房贷就达到了五六千 那么剩下的三四千 除了自己生活以外 还有呢家庭的各项支出 包括子女的教育等等 你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消费 更别说有多余的钱能够攒下来 一个年收入在二十万到三十万 这样的一个家庭到年底 可能呢连两万块钱都存不下来 并不是说乱花了 而是说生活当中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所以呢买完房子以后呢 我们暂时有了自己的产权 但是呢我们面临的压力是很大的 那我们再说到这个租房子 租房子呢 其实就是说我们租别人的房子 别人的产权和我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那这个时候呢 租房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 第一就是我们可以根据呢 自己的收入来决定 我们租什么样的房子 不会呢像买房子一样 每个月固定的这个房贷 让我们喘不过气来 对吧 如果呢我一个月收入三千块钱 那我就租五百块钱一个月的 可能呢环境稍微差点 如果呢我一个月收入一万块钱 我可以呢租每个月两千块钱左右的房子 那基本上都属于是好房子了 如果在大城市的话呢 想要租好一点的房子 那你的收入呢就相对比较要高一些 那还有第二点呢租房子就是比较自由 可以呢根据自己的喜好去租房子 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呢顶价格 也有的人呢喜欢一楼带小院 还有的人呢喜欢年牌别墅等等 总之市场上的内型你都可以去租 前提是只要你有钱就可以 你就可以享受各种各样的装修风格 也可以呢随时变换位置变换城市 不用呢考虑那么多 这个城市呢你觉得不好 那么马上离开这个城市 到下一个城市发展 紧接着呢还是租房等等等等 这就是呢租房子比买房子要好的一些地方 那么综合起来来讲呢 就是说在人的一生当中 如果你30岁买房和30岁选择租房 那么前期来讲的话呢 30岁租房子要活得更加的洒脱 而且呢没有任何的压力 那如果呢你30岁选择买房 可能呢你就会被套牢 我们说的这个套牢呢 是直接被房贷套牢 那说完了他们的一些弊端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它的一些好处 首先买房子的一个好处呢 就是说房子是一个增值的资产 我们说即使你不炒房 但是呢只要你买房子位置选得对 那么随着通货膨胀的进行 你的房子呢也在不断的升值 到最后呢你贷款还完了 你会想哎如果我把房子卖了 我突然就会拥有一大笔钱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呢 随意的去换房子 去换呢更好的环境的小区 这就是呢和租房子的最本质的区别 就可以进行抵押 经营了企业的经营 而且呢利息还非常低 那在保证我们住的情况下 在保证我们收入的情况下 我们就凭空多了一笔资金 用于自己个人的发展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发展就比别人更快 既又保住了房子 又挣到了钱 这是一个呢两全其美的事情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你看很多人买房子 买完房子以后呢可能住个几年 对于这个小区啊不满意 或者说呢想要换更大的房子 那手中没有钱或者说钱不多 那怎么办呢就可以把这个房子选择卖掉 你要意识到一个问题 买房子你每个月还的贷款 都是在给自己攒本金 虽然说有利息 但是至少我们的本金在慢慢的往回掏 可是如果你选择租房子 不管你一个月是500块钱还是3000块钱 这些钱全部给了房东 而你一分钱都得不到 你只是暂时居住在这个房子当中 你没有任何产权的赎回 而还贷款的话呢 是每一个月都在赎回自己的产权 那么十年以后呢 如果你选择租房子 你会面临呢两个问题 第一这个房子不是你的 而且呢房东随时都可以赶你走 那之前呢我们就看到过这么一条新闻 说呢租了15年房东的房子 房东呢上门谢谢这个租客 说感谢你租我的房子 租了15年 让我呢把这个房贷给还清了 可是呢实际上这个房子呢 是在房东名下的 和这个租户呢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呢房东要找理由的话 除了赔一点违约金以外 没有任何的理由让你留下 那租户呢可能就显得比较悲哀 当前的一个楼市大环境下呢 买房还是一个主流 虽然呢从今年提到了租购并举 但是我们要想到一点 租房市场和买房市场是两个概念 买房子呢可能很多人觉得会赔钱 可能会谨慎不出手 但是对于已经买了房子的人 或者说拥有多套房产权的这种家庭来讲呢 他显然是不可能轻易把自己的房子卖掉的 那怎么办呢 那只能够相应的去增加租金 我们的租房市场呢是一个庞大的市场 尤其是地段比较好的房子 每一年租金可不便宜 但是你想一想 租房子只是暂时满足了你当前的住房需求 可是从长远角度来看 你退租了以后 你要住在哪里呢 还得接着租房子 十年以后房价会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想一定不是白菜价 一定不会说买房子是随便挑的 所以如果一个人一个家庭想要发展的话 还是要规划好自己 根据自己的能力 还是尽量去买一套房子 不是为了炒房 而是为了自己能够长期居住做打算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都可能会有下一代 那么剩下的事情 我相信不说 大家就明白 那么从当前的一个状况来看 十年以后还是买房子的人更划算一些 虽然当下的情况辛苦点 但是好在我们年轻 等我们老了以后 我们就能够享受到买房子所带来的一些红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